你的內褲勒 吐出來啊 你的內褲 吐出來 吐出來 誇張動作 大開玩笑 總讓觀眾笑開懷的藝人納豆 24號驚傳出血性中風 緊急住院 納豆表叫新北市長侯友宜 跟在臉書希望大家一起幫納豆 集氣渡過難關 讓各界超震驚 不過就在侯友宜 要大家幫忙集氣後一小時 納豆經紀人透過納豆粉專留言說 跟豆媽再次確認 媽媽強調納豆真的沒事 謝謝大家關心 我也特別跟納豆的媽媽 我的妹妹 打過多次電話 希望大家一起為她祈禱跟祝福 納豆加油 阿咯跟你說加油 頭髮就多五公文了 你還跟我比什麼 我把她壓下來啊 事實上侯友宜跟納豆感情超級好 曾一起拍影片 連納豆師大附中畢業後 想考北義大 遭全家人極力反對 都只有侯友宜支持 還幫忙說服納豆媽媽 讓納豆念台藝大 而這回納豆金傳中風 醫師也提醒不要以為年輕人 就不容易中風 15歲以下的話 那我們就會研判她是年輕人中風 這樣的案例其實也不是說很少見 那常常呢 這些患者呢 可能本身就有這個 家族的這個血壓高啊 山高 甚至腦中風 心血管問題 重要是他本身可能 本身就有一些疾病 他沒有被發現 有專家整理出 年輕人五大中風前兆 包含無意間身體失去平衡 眼睛模糊 嘴外臉斜 手腳忽然無力 以及口齒不清 只要有一個症狀出現 都應該要注意趕緊就醫 以時也提醒天氣溫差變動大 不管年紀都得注意 中風危機反應的各種警訊 別再以為這是老年人轉例 既然江上敏的一璇台北報導 Public港 平衡 全新報告 都可以 都不敢三更有